接下來再問一題 就是帆船要靠風吹才能夠前進 如果我在船上拿著電風扇吹 請問你我可以使我的船變快一點嗎 為什麼可以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可以為什麼不可以 答案小女生 答案小女生叫做幾號 可不可以啊 可以為什麼可以 不可以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不行 你們說 這個就是一個特別的情況 要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在同一個物體上 我們不要管中間的空氣 電風扇視力給反往前 反給電風扇視力向後往後 都架在船上就卡住就不會動了 所以他就不會抵消掉了 所以他們是在同一個物體上的 所以不會動 這種力道的魅力 我們後面再跟各位解釋 再跟各位說 這個怪異的小車影片告訴他不會動 現在會走為什麼會走 風扇把風扇出到後面 板子用力向前 要把板子 對著板吹 對著板吹 會不會使他動 所以這個實驗可以證明說他會不會動 不會不會 因為流言終結者拍過一次 找了一個好大好大的布的板 然後拿個好大的用上吹 就會那個船有一點點就會在動 他在影片裡面說明了 這其實是因為 那個沒有辦法把力完全抵掉 他如果不要拿那個布的板 拿個大木板 他就鐵定他就是不會動 不會動 因為他那個軟軟的 所以有一些偏域啊 所以會有一些差異的力量 但是他拿了好大的電風扇 對好大的板吹 就只小小的動了 一點點 才一個力量 但既然就是不會 考試問你 就給我寫 不會 就給我寫 不會動 就不會動 這又是有關於那個 內力 那待會後面要跟你們解釋 說明什麼叫做內力 就是重力跟板吹在同一個物體上 OK